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喻可为SIMS封面人物 我在这里的喵 我觉得30岁啊 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说 它是一个风水民物 对觉得好像30岁了 然后应该是 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 没有结婚的话 应该也有一个地方 一天外卖了两个房子 应该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 也没成功这么多人 对我觉得 是对于我来说 30岁就是正好是 呃 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年纪 所以30岁比我来说 是非常好的年纪 所以我就是觉得 很多年纪人都在说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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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就没有说 不要我 这个年重次来 就是给你压力 对我觉得30岁最连续的事情 就是认识你自己 更懂你 对 要了解自己要上 要了解自己要上 要了解他 《路火人间》这首歌 其实 其实有很多朋友 都听过 然后 然后 其实这首歌 当时是有两个版本 是不一样的 对 第一个版本的自己它会比较更有叛逆的一些 更加风味一点 比如说像是死对起死 都会在第一版的歌词里面 然后我是在去年年第一年演唱会版 第一版的歌词唱了 也让大家也很想 然后后来有了现在大家听到的CD版 这个专辑版也就能读过一件第二版的歌词 然后我觉得第二版的歌词 它是更有声音一些 然后更值得去回味 更值得去反复的歌词 然后去理解这些歌词 都会自己的记忆 所以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词的时候 是一版的歌词 就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跟我 就是现阶段的一个形态 非常非常想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它就是会很快的程度 就是不开心的事情也好 开心的事情也好 都会很长的歌词 所以就是 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真的值得去做的事情 有很多 就是不要去浪费这一生的 根本的时间 对 就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它也会很快的得过一点 所以我们 如果人家就是 我们都会实在这张词 里面有最新的意思 所以第一次拿到这个词 这些词 可以讲的 有这样的痛苦 我自己是属于比较细水层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跟你在一起 如果是爱的还是什么 的话 我们相信的是 日久的现实的情感 每一段并肩 都不过是擦肩 这每一个MV我都蛮喜欢的 因为这一次 我 有个问题是讲说 我想要演的戏 我想要表演的 所以 导演都安排了 我们的戏份在MV里 因为以前都是对嘴啊 或者是站在MV里面 因为这一次是真的有参与演进去 那我觉得 每一个MV 它对于每一个 想要表达的游戏 跟这个歌曲歌词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没够一样 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还想演戏的感觉 嗯 因为之前 这个由头本来是 在自己的微博上面 发了很多Vlog 这些Vlog都是我自己剪的 然后也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我就觉得 很好玩 就是首先是后期 后期很好的 然后就是自己设置那些 超级的 变得很好 所以 我就是 对你知道这首歌 特别有感觉 就是很想和 一起当面拍一下这个 就是已经拍了一段时间 嗯 我是跟我跟我 不过是个小伙伴 一起去拍 所以 中间 我要后悟的 不忘了 我后悟的 就是 长 长顺 对 有很多很多都是我出来 不错 然后到我变成 时间 我也不太长 可能是早上 一起拍照 第二天 天亮 出去 出去那个棚 天亮 两鸟的叫 所以很新鸟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次来的画面还挺好的 最悲伤 在一层你流而上 变梦 其实基本上现在 这种那些我自己 都不会先看一下他的 画了 也了解一下这个 现在讲什么 以及我这首歌出现的 非常好 其实我这首歌是体现的颜色 中间也好 还是 南非的关系也好 我们至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次 那我就唱一个 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们一段的歌词 是 随悲伤 在此你流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潮湿水泡泡 笑说着梦 太荒唐 嗯 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的关系 就是 不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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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跟我的粉丝的关系 就是这个比较 就是 会会 就是 破坠的那种 然后也比较 你比较 比较 比较 我觉得跟我 之前跟我 和爸爸的关系还蛮小的 大家都知道 相互是很爱爱的 然后但是 如果我们就是 对上 就都没有 很甜 但是 你知我知啦 就 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 我就是觉得 画像对他的说 我只是觉得 有很多的一个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的好歌 我送给他们 解释的 才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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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